我们来继续去画一下 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两侧的这个山水画给画一下 因为这个山水画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用贴图就可以了 我们把提前找好的贴图给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以后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图层顺序 直接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以后 先贴到这边来 扭曲 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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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这 检查一下它的位置 基本上差不多的 把刚才画的多余一点的 稍微擦除一下 找到它应该放的一个位置 找到它应该放的一个位置上面 图层上面 我们调整一下图层模式 有点亮了 选择一下正片叠底 应该差不多 正片叠底 放在这 放在这以后 好 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以后 把它拉到一边 水平反转 拖动到它应该在的一个位置上去 好的 这个装饰化 装饰化 把它放到这边去了 放到这边去以后 它多余的地方把它擦除 擦除过来 两边的模式是一样的 为了少占据一些图层 把它合并点 放在这 放在这以后 它地面还有一些石材 我们把地面的石材贴图 也给它找出来 我们给它整块贴了 要不然看不到它的纹理了 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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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这 放在这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图层模式 然后对不对 透明度可以给它调的低一点 叠加模式可以给它调整一下 试试 正常吧 好 先把它放在这 放在这 一会我们上面还要给它覆盖一个图层的 因为 颜色的黑白会关系 还是没有出来的 放在这 放在这 它前面的时候还有一个石材 对不对 还有一个石材的时候 同样我们继续给它插入 找一个石材 拉到前面去 也是给它整块铺就行了 拉伸一下透视 扭曲一下 多余的地方给它擦除 把它放在这 看一下它图层位置对不对 那个它够在这 搭在这 以后看一下它填充的一个模式 调一下黑白 亮度调低一点 爆合度调低一点 把它放在这 放在这 我们继续对它这个墙面进行一个处理 回到 找到它应该在这里 在了一个位置 放在这边 打开绘图辅助 我们少占一个图层 找到一个 上期的工具 平画笔 调整大小 笔刷的大小 把它分割线 画出来 在这边 这样快速的把它给画出来 感谢观看 它这边转折的时候有一个亮度 有一个转折面 这都是一些细节上的一些绘制了 汇白汇的关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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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小细节 感谢观看 这个侧面的时候呢 有一个背景墙颗粒感是比较强的 我们给它画一些它的一个纹理 处理一下机里的一个感觉 要不然它这边墙稍微就有点太空了 空了怎么办呢 有办法 可以在上面建一个图像 可以在上面建一个图层 找一个有有一定的纹理感的一个画笔 颗粒感一点的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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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感觉就行 稍微有点感觉就行了 只要是它这上面然后不要想得很空就行了 这两边不是太太好看 把它擦除掉 再换一个 最好在这个矩形工具里面去画它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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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 再换一个 不是很稳重啊 不是很稳重啊 这样就行了 框选复制一个出来 先不复制 我们还有一些内容没有画完 继续画在这个图层 这个图层的时候 它这个柱子的侧面 它有一些纹理 我们需要去画一下 这个侧面 侧面也有不少东西要去处理的 把这种感觉都画出来就可以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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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转折的感觉啊 还有点高光 它亮了 用力轻一点 它这个侧面就比较有层次了 比较丰富了 这种结构转折的一种感觉 这种结构转折的一种感觉 OK啊 看一下 我看一下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选择刚才画的这个图层 复制内容 然后水平反转 选择 选择移动工具 移动过来 稍微注意一点 好 像错涂层了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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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内容 复制内容 这样就对了 水平 水平反转 拖到我们要的位置 好 放开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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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